各种金融证兆信手拈来 曾待过民营银行 租赁控股公司的陈先生 今年裸辞后 等了两个月才被公股行库录取 他建议由于景气不佳 想转职的人最好还是骑驴招马 就是有去过几家拜访 像是造职业 他的景气可能就没有这么好 就是也有问他说 想不想要换设备 可是大部分都没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景气比较保守的关系 在薪水的高度上也没有那么好谈 所以在可能很多要转职的人 他们去谈薪水的时候 可能在雇主的态度上面 就会比较保留一点 并没有那么容易谈到非常优渥的薪资 全球经济疲软 拖累制造业出口冷嗖嗖 中研院最新将台湾全年GDP下修至1.56% 人力银行发现 即使想转职的上班族心痒痒 但付诸行动的仅仅14.5% 显示景气拉警报 只能先求稳再求好 然而对照大环境乌云未散 台股却与基本面脱钩 从年初低点14137点 攻上6月中旬的17346点 拉回整理后 再从7月7号的16593波段低点 重返7月18号17401点 小幅突破前高 累计涨幅达23% 外资瑞银预测 今年台股乐观情境 上看18960点 群益投股也看好 攻上18500点 不无可能 欧美预期降息 加上大陆和日本宽松热钱外溢 拱出台股一波融景 不过第一金头顾董事长陈奕光 以牛熊幻觉 形容今年台股走势 因为牛市多半集中于AI族群 反观低于年限的股票 至少400多档 亏钱的投资人也不在少数 陈奕光分析 AI族群能否续涨 取决于财报获利 还没上车的投资人 最好少量布局 前外资分析师侯明孝 则比喻 AI开启三到五年 大多头循环 现在只不过才进入 棒球比赛第二局 股价涨的是涨未来 也就是涨第二季以后的事情 可是现在又是有财报 财报集 大家会看到第二季的数字 可是第二季的数字 可能就反映了经济 还在衰退库存调整 里面还没有那么多的 AI的效应在里面 的情况之下 大家会觉得 这个AI好像很棒 股价也涨了 可是为什么数字第二季的数字 还没有出来 所以或许这会造成 一些股价的波动 但这并不代表说 这些AI的供应链 或AI的公司股票 它的股价是涨价的 AI指标股创意 下修今年营运目标 广大伟创纷纷纷亮灯跌停 就怕替这波熔景画下修指幅 但侯明孝认为 这只是健康短线修证 下半年除了AI之外 他还看好绿能 半导体肋骨则是稍安勿造 这波的行情 涨的过程里面的生命线 跌破季线完之后出现反弹 然后出现反弹没有过高 那就形成所谓的右肩 其实你那时候再来跑 都还来得及 7月的最后一天 大盘开高 大涨170点后 急转直下 中场大跌147点 收在17145点 成交量4828亿 这是狂欢派对后的反转讯号 还是登顶途中稍作休息 投资人得审慎应对 TVBS新闻罗师鹏 戴源丽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